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 是有甲、魚、餅三個電阻 這三個電阻是相同的 我們就給它叫做R好了 以致每個電阻發熱功率 不得超過80W 就一個要小於80W 每個都要小於80W 小於等於80W 否則將因過熱而燒毀 現在將AB兩端接上理想直流電影後 試問第一小題 將電源電壓逐漸調高 哪個電阻會先燒毀 事數其理 我們知道說因為它電阻一樣 每個電阻它的發光功率 P是等於多少 等於I平等R 每個電阻都一樣 所以你現在的話就看什麼呢 功率就看電流 這個電流的話是等於這兩個電流 因為它電流會一樣 所以這兩個電流會一樣 進來的話呢 這個就是2I 電流是它兩倍 所以它的發光功率是它四倍 I平等R 它的發光功率是它的四倍 也是它的四倍 所以它會先燒毀 它會先燒毀 所以第一小題是丙 丙會先燒毀 如果會燒毀的話 是它先燒毀 因為它功率最高 這樣看第二小題 它說在沒有電阻被燒毀的情況下 三個電阻所能產生的最大熱功率為多少 它的最大熱功率是80瓦 所以這也是20瓦 加起來的話 是它的四倍 因為它電流是它的一半 所以那功率跟電流的平方程正比 它是它一半的話 所以它發光肉率是它的四分之一 它也是它的四分之一 所以這個啊 這個是20瓦 80瓦 所以這也是20瓦 所以全部加起來 加起來120 總的最大發光功率是120瓦 也就是P M 是120瓦 第二小題是120瓦 然後再加上 加上